字幕提供 剛剛到達福光了 現在去找食名太子飯 是由觀眾推薦我的 在酒店走十分鐘左右就會到 所以現在時間是兩點半 作為一個吃午餐的時間就剛剛好 突然間就到了 是這個飯了 看上去已經很吸引 全部都很想吃 這個豪華海鮮丹 明太子三文魚之丹 三文魚 三文魚子丹 怎麼辦呢 第一餐太誇張了吧 整條的明太子 再加上極多三文魚子在底部 如果喜歡吃明太子 這個飯是天堂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超級滿 超多三文魚子 超級尷尬 吃的時候隔壁是香港人 然後我不敢說話 到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是差不多吃完整個飯 才可以夠膽說幾句 這個明太子飯 我覺得口感上是非常豐富的 因為有明太子的鹹香 然後有三文魚子的口感 再加上有蛋 是那個香味和滑度都提升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明太子 是我想像中 預料中的味道 我就會覺得不算很驚艷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吃明太子的話 我覺得這個飯是絕對可以滿足你的 好 拍完餐廳的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外面是自己針水 然後都很光亮 坐得舒服的 性價比不錯 我的經驗是去FREE CONCEPT 一定要去PLUS 因為帶很多的 雖然我想買的東西 都不是完全齊貨的 但是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極多ACCESSORIES 然後他們有自家的化妝品 然後現在他們很熱 是一盒盒的口罩 30個才是300日圓 這個很有趣的 它不需要用電 不需要放進冰箱 就這樣放在頸上便會涼 我看到其他的店 在賣2千多 3千多日圓 這裡是800日圓 有不同的風扇 然後就是我最喜歡的廚房用品 大家稍後就會看到開箱 我上次買到瘋了 但是這次也買到瘋了 我最後買了2萬3千的 無論怎樣走 都好像走不完 我就這樣 和大家繞一個圈 繞了很久 這邊還是廚房用品 我最想買就是一個解凍的碟 買不到 然後也是有一些 頭髮 菜式超漂亮 金山好像買了這個藍色給他 我們繼續走到這邊 這一間是天神 我今天特意 其實我明天也會來天神 但我預知自己會買到這樣 整個都是東西 所以我決定在關門前過來走一圈 上次的筷子我覺得很好用 可以放進換機 然後有些收納的用品 然後有些植物 家居的用品 小朋友的用品 然後再來這邊 就會有些可能 laundry 廁所的東西 不同的家居用品 總之就是買到傻了 大家期待我的開箱 我原本覺得這次應該沒東西買 我也是太小看自己 總之 記得去3Corns Plus 相信我 來到晚餐 都是觀眾推介的 他說這間的尖麵是非常好吃 來一個 怎樣選好呢 極上濃厚 反正也是來一次 這裡是1600日圓 這裡很熱鬧 趁等位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一個U型的吧檯 都可以坐到大約20個人左右 我由差不多9點3開始排 現在10點終於有得吃了 這個是濃厚的尖麵 碗是熱的 然後尖麵的熱湯凍麵 完全符合了 這邊是凍的 然後桌面那裡 會有一些辣粉 這個應該是醋 裡面有條魚 看到嗎 我最愛的 山蒜 這個真棒 很難得有尖麵對我的口味 我純粹想不到吃什麼 然後剛好有觀眾推介 又是在霍多站 又近我酒店的出口 因為我對於尖麵的喜好沒有拉麵那麼大 我是願意排很久吃拉麵的人 但是我不是太喜歡排尖麵 但是這個 九個字沒問題 我覺得 這個濃厚的感覺如果在香港 要吃180元 果然沖去濃厚的湯是沒錯的 吃了叉燒 拍給大家看看 你看 超厚 我想它有2-3mm厚 有炭香味的 不乾的 然後肥瘦是適中的 但是我覺得湯是經驗一點 這個是高質的叉燒 但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叉燒 好 那我吃東西了 我第一次在雨中跑步 就是在福江了 現在我跑了接近3K 好像因為涼一點時間幾好 18分鐘而已 這裡規劃是幾好的 左邊是散步 中間跑步 右邊是踩單車 所以基本上都不怕遇到人 可能因為昨天早起床 乘飛機又搶了全天 我今天的狀態不是太好 樣子應該是超累 但是今早起床 我見沒有下雨 那當然要出來跑步了 沒理由 跟自己說了跑步不跑 對 所以 我還是覺得 其實不是跑很久 只是跑半個小時 有隻魚的4K 所以就衝了出來 你看後面這些咖啡店 看著那個湖是幾漂亮的 一會兒經過Savase 再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跑了5K 好了 那我就慢慢走回去 經常看到那些報道說 風景最漂亮的Savase 我想這裡有機會是其中一間 它是 全個都是木 然後有大玻璃 就算你不坐戶外 坐裡面 但這些玻璃位 都是對著那個湖喝咖啡 可惜我不是一個咖啡人 回到酒店了 看到這個紅色牌 前面就是入口了 在博多站的東陸出口 大約走兩分鐘左右 就會到的了 酒店的大堂有一個 普通地區 早上會有少少簡單的早餐 然後走過來 就是操堂 有分男湯和女湯 今次我住在302號房 一起進去看看 有點亂的 就是很經常的日本酒店 入門口 是有一塊全身鏡的 它不是落到地的 但我都覺得是夠照的 它會有些環保拖鞋 我就把我的鞋放在這裡 它是可以開到一個行李箱 我覺得有點窄 所以暫時未執行李 我也有它 然後旁邊可以有一張桌子 然後就是很日本那種小小的酒店 一張床 旁邊就會有一張桌子 我打算是用來做事 帶了電腦 但是呢 現在已經給我那些戰利品了 我昨天一天就買了這一堆了 跟大家看看廁所 也是小小的 但是已經有一個浴缸 我昨天就已經在這裡浸了浴了 很開心 就是這樣 它也有風筒的 總之今次這間房 就不算是很大間 或者是很寬落的 但是400元一晚 我覺得這麼近車站 這麼方便來說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好啦 那我現在真的去洗澡洗頭 跑完煲 現在我就去找一間餐廳 是上網看到很多日本的食物 是試過 覺得很新奇 是即場湯魷魚的一個料理 我看Google Map 最快應該乘巴士去的 乘5個站10分鐘左右 然後再走3分鐘便到了 在飛旺區的地方行走 好有一種暗險的感覺 是這一間 我看到的名字 它叫做寶場 進去問之前 看看午餐餐餐 就是魷魚了 現在這樣放在這裡應該是魷魚吧 我最怕是沒有位 然後還有其他不同的定食 有些刺身 我自己是很期待 我上網看到的那些 那些片 全部都是很多的 山魷魚 很多的刺身料理 覺得很棒 那我們等一等 看一看 看一看 裡面還有沙拉 然後這個是茶碗蒸 我人生是第一次吃新鮮到這個地步 現在魷魚還是透明的 整件事很誇張 它夾起來的時候是這樣 一條條 完全透明的 試試它是什麼味 有些咬口的 有些煙韌的 但是 那個甜味是 湧出來的 還有些水運做前菜 整個餐是沒有負擔 很開胃 我在Instagram還看到 它有一個刺身 都好像很好吃 先問一下 這個醬半魚生 我改的名字 我不知道它的什麼名字 所以我是給一幅圖的職員去看 然後它就幫我叫了 看起來是很新鮮的 它那種透明感 是新鮮的魚 才會有 就像我爸爸平日釣魚那些 一釣上來之後 切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的魚是滑、爽、甜 所有應該是新鮮的魚 那裡有的 味道 它都有 好 這個 大家記住 如果過來吃 是不可以錯過的 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職員就叫我 剩下這幾條 然後它就說 魷魚鬚的位置 是幫我做天婦羅 我完全不知道 有天婦羅這一部分 所以我現在是 有一個很驚喜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大家如果有時間 還有有興趣 真的要來這間試一下 除了我這個愛國人之外 是完全沒有其他有限 吃的時候 我還很擔心那些 魷魚鬚 有雙眼在這裡 怎樣吃 然後後面那些位 我應該怎樣做 原來是會變成一個 天婦羅的 整件事很勤心而論 它那個天婦羅的衣 是比較厚的 但是 裡面的魷魚是很軟滑 所以 它外面未必是最好吃的天婦羅 但是整個整體 整個餐的體驗 實在是太好 然後 我問他們可不可以 拍片 拍照 只要拍不到其他 客人就可以 所以 大家看到為什麼 我那個位置要設定這麼低 今天化妝都拍到樣子 因為我怕會影響到其他客人 好了 那我吃完 就到處逛逛 拜拜 好 經過Big Camera 進去看看耳機 這個Sony 我也有想過買 但是好像太貴了 然後 我就發現了 另外這個 也是Sony 超便宜 5500日圓 現在這個是灰色 它也有買茶色的 200多元 有些新毒 怎麼辦 很誇張 究竟我買哪個好 但是現在這一刻 大家應該是看影片才會知道結果 哈哈 它是說呢 它可以連續播到50個小時的音樂 然後如果沒有電 你充三分鐘 已經是可以播到一個半小時的音樂 整件事很誇張 好像如果玩一下的話 買這個已經夠了 是不是 對 到了晚上 我訂了桌子 吃一間燒肉 很特別的 大家看一下 它前面這裡 是自己有個煙筒 然後呢 有個炭在裡面 之前我們吃燒肉 通常都是網 前面一個圓形 我很少看到有個巴桌 然後這樣去放 可以自己燒肉 它澎湃的程度是 我要手震 裡面是有很滿的海淡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牛 我沒有看清楚 總之就是一個牛肉的捲 店員推薦的牛舌 都到了 是很厚 怎麼可以一口吃光 這個 這一口是又濃郁又滑 它的肉是超滑 海膽超滑 完全一些筋 一些暗都沒有 好厲害 這個 我想給大家看 有個牛舌 它開始慢慢散開 嘗試去翻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但是 總之熟就可以了 超好吃 它是軟得來有彈牙 最後來了這碟 是特選部位 就算有名字 我都不知道是哪個部分 總之看上去的油花 非常滿意 好滿足 我現在還在吃牛舌 最後我拍到 把SD卡都爆了 唯有用電話記錄 吃下去幸福的表情 這間一個人去燒肉 沒有問題 但是記住要訂位 都蠻酷的 我看到有人登入 是沒有位的 第四天的早上九點 我已經檢查了 因為想著 坐飛機之前 出去魚市場吃東西 現在我想去一個 叫柳橋市場的地方 我看到如果坐地鐵 要17分鐘 但是走過去 都是27分鐘 那時間這麼做 我又這麼做 那不如走一下 我想走了20分鐘左右 就看到這條河 然後前面就是柳橋聯合市場 這樣就到了 進來的感覺 有點像街市 沒有黑門市場那種油客 在燒一下鮮杯 無緣無故有和牛 像士多啤梨一樣 十點鐘就會開 現在九點半 我走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因為它真的很划算 連那些特上海鮮 當都是2000日圓 然後定食 刺身的話 都是2200日圓 即是100元 還有差不多20分鐘才開 我就到處走一下 這個魚市場聽說 是比較少遊客 比較地道 隱世 我覺得不是 因為全程我都聽到很多韓文 廣東話 沒有國語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 是越來越多遊客知道的 但是不要緊 我第一次來 都很想體驗一下 這裡的魚市場 記住記住 來這裡吃飯 是要寫了才排隊 因為它會跟回寫的次序 原來我是第一輪 最後一個進去吃的 如果我之後寫名的人 已經要等下一輪 那你預算起碼多半個小時 所以大家來到之後 不要害羞 看到那張東西 是未有人寫名 寫了 我確認它是跟著那張東西 叫名 不是跟排隊的人 這個就是攻略了 好 我拍完story的照片 我就要開始吃 是否很誇張 給大家看一下 是有帶子 有鮑魚 有海膽 三文魚子 應該是中拖羅大拖羅 總之 這個餐250元真的很誇張 會有刺身的豉油 還有海鮮當用的麻醬 這麼特別 它是淺色的豉油 但是深色的麻醬 我不客氣了 雞蛋 你就下去吧 這個畫面挺美好 這個芝麻 那個麻醬一定要加 沒吃過海鮮當品有麻醬味 海鮮都算是粒粒 分明 不會一坨 就這樣吃 記得要來 5300日圓 有這樣的套 我真的想不到不來的理由 早一點起床是OK的 它原來是足地的要六七點排隊 9點多已經吃到 我覺得是很值得 坐戰到最後一刻 我就決定回酒店乘的士去機場 因為福岡有機會是全世界乘的士去機場最便宜的一個地方 至少日本是 我是用Uva Call的士 然後上車的時候 司機應該是表達自己一個男司機 不能再一個女乘客 但是我又不肯定他的意思是否這樣 然後我有很趕時間 我就說我不明白日文 還有我有問他我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拿一輛車 我要怎樣按 但他又好像不懂 還有不想跟我講解這件事 他最後就讓我上車 我現在看到機場了 超快 我說了兩句 然後跳錶 是去到1230日圓左右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跳多一次 大家預1300日圓以內 就可以在福岡 去到福岡的機場 這裏就到機場了 比我想像中 整件事快很多 十分鐘就到了 這次去福岡主要是想休息一下 周圍走走 不是太多行程給大家參考 自己一個就是可以很自主地 因應自己喜好 然後去做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一個就是獨有的樂趣 純粹大家可以看看 一個人在日本可以吃什麼 然後輕輕鬆看這條Vlog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這邊請吧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就是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不停